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泌尿道感染 我们女性的尿道结构比较短 只有2到4公分 所以细菌容易从我们的尿道到我们的膀胱 造成我们的膀胱发炎 但是不单单只有膀胱发炎 我们的泌尿系统分成下泌尿系统跟上泌尿系统 那下泌尿系统包括膀胱跟尿道 上泌尿系统包括我们的输尿管跟肾站 那如果细菌沿着我们的尿道跑到膀胱 造成膀胱发炎 膀胱发炎之后再沿着我们的输尿管到肾脏 就会引起严重的肾言肾语 灭尿道的症状有哪些? 灭尿道感染的症状 第一个可能会出现尿尿会痛 那就是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尿尿会有着热感或是疼痛 那第二个的话是贫尿 你就一直想要跑厕所 但是尿尿出来的尿尿量只有1点点 那第三个是下腹痛 下腹疼痛的地方是在尺骨上面的下腹 那个是我们膀胱的位置 你会感觉到有疼痛 那第四个是血尿 就是飞月经期间你的尿尿里面突然会有血在里面 这是一个血尿的状况 预防泌尿道感染三超效饮食 第一个是甘露糖 在国外已经有很多文献 表示甘露糖对我们的泌尿系统是有一个保护的功效 甘露糖它是一种天然的丹糖 它存在很多的像青菜水果里面 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多摄取这样子的营养 保护我们的泌尿系统 那另外国外研究 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甘露糖 它可以让我们保护我们的体质 跟远离泌尿系统的不健康 第二个像是曼月酶 曼月酶有北美红宝石支撑 因为它有含A型千花青树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气菌的生态 保养我们的泌尿系统 但市面上有很多曼月美的商品 像是果干或是饮料 但是它有含很多的附属配方 比如说糖分太高 或是它的花青素浓度不够 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摄取的是 专业的定量的高浓度的 那可能是粉砖季型的 确保它的成分跟功效 第三个是益生菌 益生菌大家都知道是拿来做调理体脂的 另外它就是增加我们的好菌 去对抗坏菌 排斥坏菌的菌种 来降低我们的泌尿道感染的机会 最常生活我们可以多摄取像优格 优肉乳 另外你也可以补充像一些保健食品的益生菌 但是我们可以针对于泌尿系统的益生菌 做补充跟保养 最后提醒大家要记得多喝水不要憋尿 偏要6次以上的上厕所的习惯 平常可以补充足量的甘露糖的食物或是保健食品 平常就要吃保养而不是发炎的时候才吃 如果有注意到这些生活习惯的话 那我们的泌尿系统就可以维持健康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